好来看到花莲5566民歌合唱团 今年度在台东国立生活美学馆的促成之下呢 来到了台东演出 展现多首快智人口的校园流行民歌 并跟现场到来的立委刘兆豪夫妻一同来合唱 让台东的乡亲们感受到校园民歌的无穷魅力 由一群来自花莲爱好校园民歌的五六年级声演唱归人沙尘 带领台下民众一同进入校园民歌年代 六年前花莲民歌合唱团首次到台东国立生活美学馆演唱 造成很大回响 今年度则在生活美学馆的促成下再次来到台东 将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民歌展现给台东相亲 和台东生活美学馆馆长也特别小秀歌喉 获得大众掌声 有点同熊成好 又是东平好 希望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心里都很平安 那还有我们知道这个 在俱乐活动就像如果 小吵 还有如果 平均 这些活动会唱 因为我们在世上活动专门就是唱这种的 但是花莲合唱团更会唱 这次演唱会 立委刘兆豪夫妇也现身力挺 并与花莲民歌合唱团一起合唱 外婆的澎湖湾 场面相当热闹 华莲民歌合唱团 我们让他多如意 就出外 让我们开心 接着韩吴吴起伦 讲解台东时报道